推开了凤凰大门之后 我们就来到了这个鸟园比较重要的展厅 这是一个四层楼高的开放空间 入口被安排在了高处 人们可以随着步道慢慢地走下去 从上往下看 还是蛮震撼的 观察了一下 里面的植物都是真的 每次看到这种植物的时候 都感慨植物的生命力好顽强呀 就完全都不知道 它的根是在哪里 在这个巨大的空间里 有很多种鸟 木旁边有展示它们的照片 在这里感觉只要眼力够好 你就能看到基本上所有的鸟类 常常的就会走一步 东看看西看看 就会在树丛里发现一只鸟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 它们的子兰并没有展示出来 只能远远地看一看 就真的是远远的 因为树藤实在太多了 所以换了一个角度 感觉子兰周围围着好多鸟 有种重心捧月的感觉 来想拍鸽子和亚马逊 哎 又忍不住去拍那只子兰 啊 就真的很想近距离地去看一看呀 希望以后有机会再来的时候 它可以放在展示区 放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接近下午了 所以好多鸟都默默地蹲在枝头 感觉下次过来需要带一个望远镜 才能把这些鸟看全 虽说有几只在偷懒 不过大部分还是在照常营业的 林贯志和紫胶绢蹲在一起礼毛 可能有安全感吧 近距离地拍摄一下美洲红环 啊 就感觉这种鸟长得特别的不真实 而且它礼毛好累呀 第一次看见长这么大个 而且还不怕人的鸽子 我拿着手机小心翼翼地挪向它 结果发现它一点都不介意 人在它的周围乱晃 可能这就是大体型的鸟类的自信吧 像这样的小雀鸟 就是稍稍一靠近就立刻飞走掉了 在这个开放空间里 体型稍小的鹦鹉 也是对人很有戒心的 感觉玫瑰鹦比我想象中的大一些呢 在这个空间里 还有一个东南亚风格的老建筑 看上面的数字就知道 是从东南亚拆下来后 一块一块到这边重新组装的 花虽然不够细致 不过也蛮漂亮的 找个好下手的 嗯 嗯 嗨 哇塞 嗯 终于走到了人鸟互动区域 在这个区域之前 是要给手消毒的 毕竟要接触鹦鹉嘛 感觉把西密放在这里 作为人鸟互动的鹦鹉 效果还是蛮好的 毕竟西蜜吃的是流食 饿得也快 不过有一说一 西蜜这尖叫声 我真的是有点受不了呀 不过不要误会了 西蜜其实也不是那么好上手的 在看犀鸟的时候 我就远远地看见有一家子 当爸爸的在那边举了好久的手 在这只西蜜吃了一半的时候 我感觉我已经得到他的信任了 所以在他吃的同时 我慢慢悠悠地在这个空间里转悠了一下 感觉这只西蜜虽然有一点点小紧张 不过为了吃嘛 也就不在乎那么多了 哇 这吃得也太干净了吧 感觉像饿了好久的样子 太可爱了 出了守卫西蜜区 就看见红附近鸡在树荫下打盹 真的是什么都拍不清 而他媳妇呢 则在另外一个区块找虫子吃 可能是保护色的缘故吧 这个母白蜜死活对不上胶 只好抬头看看这只美丽的胸部吧 公白蜜呢 就在地上慢慢悠悠地晃来晃去 后来我看到他脚杆杆上面那两根刺 就可能其他的鸟也不会轻易招惹他 哇 看这帅气的发型 再看看这华丽的羽毛 真的是好漂亮呀 可惜他的尾羽还在长 要不然估计更漂亮 看到一个安安静静站在角落里 等吃的的白鹿 虽说感觉他还是看见手机之后 小紧张了一下 就可能是我打扰到他放空了吧 这只葵花和两只黄蓝 都被高高地放在栈杆上 嗯 就是想看也看不清楚 黄蓝就颇为过分地躲在 没有底板的小房子里 这个步道最后的一部分 还有一块小水池 两只鸳鸯安安静静地蹲在那里 看着旁边的鸽子洗澡 这披肩发也过为绚丽了吧 看到这鸽子的时候就感觉到 鸟类真的很神奇 就像灰鹦鹉 明明全身都是灰的 却有个红屁股一样 这个鸽子居然有个白屁股 最后让我们欣赏一下 这皮肩发飞走的样子 这皮肩肩发飞走的 还要能够群 这皮肩发飞走的